sorts,sorts顧名思义嘛,就是排序嘛 排序的話呢,我們是根據,這邊有個key 根據第A1,反正你就是給一個A1 以這個當成開頭或基準 第二個的話呢,order 這個參數後面我是加上什麼呢 加上如果1的話是递增 2的話是递減 所以如果我今天筆畫 假設我是由少到多就1 那由多到少就2就可以了 所以這地方的話呢,我把它排序一下 另外最後有個參數 這個參數叫什麼?header header指的是什麼?有沒有欄位 上面有沒有?沒有啊,所以就是什麼 Excel,None 但是如果你上面有欄位名稱的話 那你就是Excel,Yes就好了 OK 那這邊的話,我把它按F8,執行過 你會發現有沒有看到 全部就按照那個筆畫排序 那當然如果你把它改成1的話 當然你可以把程式倒車 執行過 有沒有 所以1跟2的差別在這裡 這兩行非常好用 以後你如果說,將來你需要 就是做一個排序的話 這樣一下就好,我們把它改成2好了 按照什麼? 筆畫 顛倒 多的在前面 少的在下面 好了 再來要做什麼? 按照這個筆畫排序 那這個筆畫 因為我已經排序了吧 所以呢,我要按照它來排序的話 那這個我想剛剛前面程式有寫過類似的有沒有 就是把 for i 等於1到13 然後呢,再來抓到什麼? 抓到 最後面的工作表1的這個裡面的A欄 可是問題 我怎麼知道 這一個工作表叫什麼名稱 它現在叫工作表1啦 可是以後可能是2,243 不見得是哪一個 但是我知道它一定在最後面 所以你加上一個什麼? 蓄著點看不就好了嗎? 這個蓄著點看意思就是說 總共有幾個就是最後面那一個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知道是最後一個的話 那就是用蓄著點看就OK了 然後呢,它會去抓到 x 就是 這個抓過來應該就是什麼? 跟班有沒有 它會先抓第一個 就是最後工作表裡面的i i指的是第一個嘛 然後呢,把它抓過來之後就跟班 然後把它排在哪裡呢? 排在before 在那個before第一個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把它排到第一個 所以跟班就放在第一個 依實類推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全部排完好了 這邊我要直接 它就按照筆畫 由多到少 全部排完了 那排完之後呢 這個工作表 它是暫時性的 所以我需要怎麼樣 把它刪掉 那怎麼樣刪掉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沒有加這個application.dispresser learn 沒有把它關掉的話 它跳出是否刪除啦 所以我不要讓它 我就直接刪掉的話 那就告訴它 最後一個幫我刪掉 sheets sheets.com 最後一個幫我刪掉 那因為我把dispresser learn 關掉了 所以它不會再問我說 是否刪除 直接刪除 直接再改回來 就是提示再顯示出來 這樣子的話 就完成了 所以如果今天呢 我需要的是什麼? 一個臨時性的一種排序方法 那就可以把這個地方加進來 那如果說以後你排序不一定是什麼? 按照筆畫排序 你可以在這邊做修改 看你要怎麼改 反正這個地方 因為我是按照筆畫排序 所以如果將來你不是這個 那你就是 反正就是要重排一下 看怎麼排吧 排完之後讓它 最後再把那個臨時的這個工作表刪掉 其實這個我想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如果說你只是暫時需要產生一些資料 然後要有個地方可以放的時候 那你記得喔 一定會有個add add到哪裡? 最後面 一定會有個刪除 刪除最後那個 這樣子的話呢 它等於就是說 先產生一個 反正你用完了就丟掉了 那個就不存在了 OK 類似像這樣子 那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地方的話 是在那個雲端上面 可不可以找一下 反正這一段的下方 會有個no area 那這個是我後來改的 本來是有陣列的 因為本來是有加一個這個陣列 不過之前同學就看到這個陣列就頭昏了 後來我就感覺 好吧那算了 不要用陣列好了 那就底下這個 當然如果說你接受度比較高的同學 你再試試看好了 不過陣列是好東西 如果你學會之後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你就多了一個地方可以放資料的 不見得一定是只能放在Excel裡面 就是這個地方的話 有兩段程式可以給各位參考